电视剧是真好看,我还看了两遍,主要是里面角色安排得太恶心了。 周阳门下这部剧在豆瓣的评分也不低,又8.3分。 当时看完《红高亮》,创始朱亚文看这部电视剧,看到一半就把我恶心的受不了,朱亚文的演技绝对没问题。 主要是男主女主,感情线,以及女主苏萌,苏萌绝对是我看,或最奇葩的女主了,在剧中又交情又无脑,从来不相信爱人韩春明的话。 小人成建军随便说几句话,他居然就相信了,当时我费就炸了。 男主和女主从74年开始谈恋爱,一直谈到08年奥运会过后也没有结婚,谈了30多年。 只要外面有啥关于韩春明的负面消息,就立马和韩春明分手,一开始还看不起韩春明是收破烂的。 后来因为嫉妒男朋友是古玩鉴定专家,自己自学了古玩鉴定,然后被人用夹古董骗了6000万。 这个窟窝还是韩春明,后来给他补上的,这个女人真是把一生都用在了座子上了。 苏萌在剧里一直就是下图这样,韩春明在剧里就是这样,更气的是男主韩春明,像是中了鞋一样还非他不娶,一直纵容苏萌无理娶闹。 然后在后面给他擦屁股,还有那个小人成建军,我坚持看完这部剧就是想看这个小人最后落个什么下场。 谁知道最后一集莫名其妙的就洗白了,洗白了,白了,真是一只狗了,这部剧除了男主和他两位师傅,基本所有的角色,都是恶仙家吹心眼,用,剧中的一句话,人生在他,少到几回丑角。